这两天这个中非经济论坛在北京召开又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关注 这个论坛大家刚开始关注它呢是因为2018年6年前 就前两节那么习胖提出来给非洲这些国家600亿美金额度的援助 这个援助包括政府援助金融机构的贷款 说到底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给不太好的企业不良企业 给了一笔600亿美金的信用 实际上还有一个三年前上一次中非论坛的合作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 要购买3000亿美元的非洲商品 就是既给你信用评证 让你来贷款 又购买你的产品 你看又给了你钱 给了你额度 又买你的东西 对非洲国家来说听起来像一个好事 我看到很多内地的朋友在评价这些事 过去的这六年 骂了很多遍 我之前也做过视频说过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又谈到这个事 是因为他又给了3600亿人民币的额度 又给非洲这些穷哥们 又给他们信用 合得500亿美金 没有六年前那么大方了 是吧 少了100亿 在过去的几年里 其实我们看到过很多 非洲这些穷哥们跑到中国来 主团其实是来吹 因为你当时给的600亿呢 他认为你没给到位 有很多信用还没用完呢 有些项目就卡壳了 是吧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 都在一带一路的规划里 西方上台以后 从2013年开始 提出这个一带一路的规划 把非洲呢 是定义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上 从中国整体经济而言 不是说今天有多糟 而是即便是2018年 又能有多强呢 他当时的目的 实际上并不是为了 把从对美贸易 对欧贸易赚到的这些美元 带给非洲来拉动 非洲经济的成长 因为非洲经济 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没有人愿意投资 缺乏现金流 基础建设不足 当然了 最不能提的就是难度 是吧 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 中国注入了现金 带动了非洲经济的成长 那么你在非洲看到的经济活动 很大一部分 是由中国提供了资金 提供了货物 简单的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国际岛业 很多这个非洲哥们跑到中国来 就定居了 就不回去了 然后不停的把货 往中国翻 中国有很多便宜的东西 来自非洲的这些哥们呢 他们本地有很多需求 原来是手工 办机械 那么拿到中国来以后 开始机械化生产 杀回老家 开始占领市场 我们看到很多纪录片 有相关的报道 非洲有很多民间的特色 包括类似于像应染一样的东西 原来都是很有特色的 现在都被 中国人祸害完了 是吧 机械化的大生产 那么挤压了 这些特色商品的生存空间 甚至有的就逼着他们消失了 他们感觉到很惊讶 国际社会也有很多这个 左派 是吧 看不惯 把它拍成纪录片 拿到世界上来控诉一下 其实他们不太清楚的一点是 中国对周边国家 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类似的特色产品 早就这样干过了 你在东南亚大多数 这个旅游商品市场上都能看到来自中国的机械化生产带来的当地特色产品 中国有很多游客跑到东南亚去买了很多纪念品都来自于中国 那不见得是当地有这个东西你跑去买来认为是特色 其实你到昆明买可能更便宜 因为批发的总部就在那 那非洲现在的问题是 它需要钱 需要投资 需要基础建设 那如果说非洲的经济要发展 不光是开采地上的石油 地下的石油 是吧 钻石 你知道的这些产品 其实 他们还是需要启动资金 来帮助本国的经济能够融入世界贸易权 习胖这个政权为什么要给他们 接连 发放这些信用评证 让他们能拿到这些钱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报道 他跟你说的都是按美元计算的额度 上次说600亿 这次说500亿 那么有的 直接把它说成是3600亿人民币 实际上我告诉你 上次的600亿和这次的500亿 都是按人民币计算 在国际上 因为宣传口径的不一致 所以他用美元计价 但事实上 他跟中国政府结算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能够给他提供的 外汇是很有限的 通常这些外汇 在使用的过程中 都被拿来当做润滑剂 听起来600亿500亿很大的规模 是吧 具体到每一个项目的时候就没那么多了 那没那么多以后 他也要有对口对接的经办人 对吧 非洲国家一天能把政权更迭 是吧 动不动就政变了 那么这些掌权的人 跟他们打交道 跟他们签这些协议 代表本国跟中国贷款 他们当真没有私心吗 其实他们签每一笔合同 都会跟中国收佣金 这些佣金 他不收人民币 外汇只在这会儿才能用成 其他地方其实用不到外汇 中国给他们的这些额度 用来购买的基本上 都是中国的商品 尤其是在基建这个项目上 其实中国给他这些东西的目的是在去产能 在中国去产能的过程中 有很大一部分份额 是以对外援助 给予贫穷国家 金融贷款的方式出去的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中国政府又宣布 免除最贫穷的非洲这些 这些穷哥们是吧 免除他们的贷款 本息都不要了 实际上他的背后 都是中国商品 在中国市场上 已经解决不了的产能问题 我知道有很多人非常关心这些数字 其实从国家的调整 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们的做法 是跟内部的调整捆绑在一起的 更不用说 给他们的这些所谓的贷款 信用额度 信用凭证里面 还有借新债还旧债的 这些份额 其实非洲人很清楚 他们现在能跟你借多少钱 就借多少钱 即便 有再庞大的 债务压力 对他们来说无所谓 首先一个 非洲这些国家 政权的更迭 比较频繁 下一个政府认不认这些债 很难说 那么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 能骗一点是一点 非洲这些小国 能从中国唠叨的 都算他们好羊毛了 人家根本就没准备还 所以也不用特别为他们担心 是吧 认为要合理的解决债务问题 重新调整啊 国际社会来帮助他们呀 这些都是废话 没什么意义 这都是政治原因提出来的一些东西 从经济层面上来说 人家根本就没考虑过要还的问题 那对中国政府来说呢 他要在资产负债表里 有一个具体的运作 他要有一个初向 所以把过剩的产能 中国的产品 送到非洲 也平衡调整了 他的资产负债表 对中国经济内部的 报表数据 看起来其实是有利的 尤其是跟着这些钱 跟着这些中国商品 过程的产能 到了非洲 他同时又能解决 中国的一些就业问题 你不要认为 仅仅在中国过剩的是产能 其实跟着还有一帮产业工人 他们到了非洲 有的就在那安家了 中国每年 给来自非洲的留学生 很多莫名其妙的待遇 勾引着他们 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 跑到中国来读书 给你钱 同时中国也有很多 那么英工也好 英事也好 这个在非洲打拼的中国人 有些呢 就停留在当地 作为中共这个政权来说 他们非常希望 能扩大这样的交往 以便更容易占领 非洲市场 今天你看到的 去产能的这些做法 是一个短期项目 那长期的是什么呢 他希望 非洲能够成为他产品 大规模进行销售 甚至是倾销的一个目的地 你今天在 非洲能够看到的 中国政府的很多做法 跟一百多年前 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做法 几乎是相等的 他们也在操作业 没有什么奇怪 所以我觉得 每次看到这些新闻 你不仅仅要想到 西方在杀逼 实际上 他也在做着 去产能的工作 对他来说 调整中国的经济 尤其是 不以美国为单一目标 不以美国和欧盟 为未来市场 最大倾销股 而进行的努力 如果你能看透 他这样做的目的 其实你就不会感觉到奇怪 他在过去的几次 中非论坛上 慷慨陈词 搞出那么多动静 其实未来 只要这个政权还在活着 西方国家对他的限制 尤其是海上贸易 没有中断之前 他们还会做着 同样的工作 你不要忘了 对这个政权来说 他一直在试图 找寻 新的 贸易的增长点 他在俄罗斯方向 能找到的 其实很有限 他在东盟 能够找到的 也很有限 如果和平的环境 更长久 那么他们在非洲 能够获得的贸易量 会比人们想象的 要大很多 他们直到今天 还在把今天 中国和非洲之间的 经贸关系 当作一个主攻目标 他们始终认为 这个世界离不开他们 不会把他们掐死 他们认为 他们现在混得很爽 没有哪一个国家 或者所谓的联盟 能够真的掐死中国 所以 他们在放长线 非洲 就是他们要钓的大鱼 谢谢大家 再见 下고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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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